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潘露 欢迎您收看潘露史堂的节目 原本呢 周一是没有直播的 但是呢 我上一周恢复平台之后 做了一次 而且我这个信号有点差 而且谈的不是很深入 所以呢 我准备把这个节目的结构改造一下 于是就是大家今天看到的 我用一个直播的形式 来讲一些重大的新闻 因为一些流水的新闻 大家可以看到 因为我们现在都会翻墙 所以呢 我今天挑了这个是 最近比较热的一个话题 就是中美关系 应该说这个是 对中国县市 包括以前 还包括未来的一部分时间 影响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因此呢 我今天虽说是讲 实证 但是我觉得 更多的是讲历史跟未来 而且呢 我是用自己的结构 把这个东西重新的叙述了一遍 可能由于我的学术观点 不是非常的到位 还有很多的问题 所以请 有意见的观众请批评指振 我们今天来看 PPT 跟以往一样 我这个都做PPT 我们知道 二月初的这次流浪地球 对不起 流浪气球事件 导致了中美关系 持续恶化 也是44年以来的一次剑拔鲁章的时刻 因为79年 中美三个联合公告建交 刚好是我出生的那年 我今年44周岁 中美建交了44年 但是这些年 美帝国主义真的是 亡我之心不死吗 不是 如果把这个我拆开 美帝国主义既不是亡镰刀之心不死 也不是亡韭菜之心不死 没有 正确的说法应该是 美帝国主义旧 韭菜之心不死 这个观念 我觉得是 比较符合 这近两百年 美国对 中国人民的拯救 我是用史实说话 白子黑子清清楚楚 还是那句话 如果 您不赞同我的观点 请用文明的语言 散播我 好的 谢谢大家 人怎么这么少 这个是家的一个制作 人少没关系 但是我们要把这个形式 继续做下去 好 令人比较放心的是呢 这个王毅和这个美国国务卿 布林肯 终于啊 昨天会面了 会谈了 这是记这个汪文斌 说拜登没有资格 跟习近平沟通的 这种 要欠扁的话之后 终于有一次沟通的机会了 我觉得这是好事 我劝中国人啊 要抓住这次机会 不要真的把老美给搂毛了 啊 老美虽然一般不轻易的出手 但是如果要出手 肯定把你打趴下去 你要注意 啊 不是老虎的屁股摸不得 而是你没事 别捅老虎句话 啊 这个你要注意 为什么呢 美国一直在帮你 啊 那我们下面呢 我举了很多的例子 来说明美国为什么帮你 但是首先我们要看到 为什么 呃 中美在21世纪 有如此大的冲突 有如此大的基于价值观 基于人类本质的看法上 有如此不一样 我们要看到问题的原因 很多朋友讲了很多的中美时政 又是大国利益 又是呃 美国的两党之争 又是中国的红色集团 哪有这么多东西 是吧 其实我就是八个字 我们看看我的八个字是什么 啊 就是 我现在这个 图上写的 我们能看懂这张图吧 看懂这张图吧 而美国主导的秩序是天国秩序 是基于基督教文明价值观的 现代的文明秩序 而中国主导的秩序 是天朝秩序 是基于华裔之变 曹公体系的 一种自我陶醉的 天朝上国的 秩序观 价值观 他还活在公元前的 这种思维里面 啊 我们昨天看新闻 大家可能义愤填膺 一个是北京发养老金 每人四十块钱 啊 这也算钱 是吧 去麦当劳吃两汉堡没了 第二件事是 中国宣布支持伊朗四千亿美元 这个是人家 这个 伊朗总统 希特 不是希特 叫什么 希莱 来北京之后 是吧 然后还搞了个 北大的名誉教授 另外带四千亿美元 走人 中国呢 要交朋友呢 就必须打撒币 不但像伊朗 这样的国家要钱 就连柬埔寨 跟你站队 也要钱 四千四百亿美元 援助柬埔寨 修金边道 河内的高铁 我就想问那个洪生 我在节目中做过的 你们就不长激情了 红色光明的事情 你忘了 共南党的钱好了 你是要付出代价 所以这张图 我们看得很明白 是吧 美国主导的秩序 是天国秩序 是文明的 是阳光的 而跟中国混的呢 那是天朝的秩序 是专制的 腐败的 落后的 这个矛盾 没法解决 为什么 因为它是 基本上是 上帝的鼠灵 和沙旦之间的战争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 这个 就是 现代文明的冲突 不是这么简单 它背后有 鼠灵的战争的 这个成分在里面 因为中国代表的是 人自以为是 巴别塔的那种 情怀 要当世界老大 要称霸 要让其他的社会称臣 在你皇帝面前 献上戏干 你就满足了 大帝要的是这个 大帝要的是这个 好 这是我说的第一个 那么这个图 我们就能看明白了 是吧 撒旦的国度 和上帝的国度 天朝 中国是撒旦的国度 这个恐怕 没有人质疑 但是美国 虽然不是上帝的国度 因为上帝国 不可能在人间的 但是应该说 美国是上帝兴起的 掌管人间秩序的 一个最接近 上帝国度的文明社会 应该是英美 对吧 英国负责文化叔叔 美国负责武力担当 而他们保守的是 天国的秩序 我们现在这个 这个直播并不把 这个美国本身的问题 列进来 有人说美国本土 白左 自由主义 这个是美国 他们自己要处理的事情 如果他们堕落成 罗马 那么他们也会 背于上帝的国度 后来会受到 惩罚 这个是无意避免的 无意避免 这是他们的内部问题 我们谈中美关系 今天不是谈美国多坏 我们今天经常碰到 稻草人理论 什么叫稻草人理论 我说中国有哪些问题 他然后跟我讲 美国也是这样 咱们谈中国呢 行不行 这叫稻草人理论 好 我这里要特别指出 美国并不是上帝的国度 只是上帝掌管一下 维持这个世界 基本秩序的国度 当然他也在变质 需要教会的兴起 需要大进行运动 好 下面呢 我们来看这个历史上的 N多次 N多次 就你之心 不死 每次 白子黑子 都能查到 当然你注意啊 在中文世界存在的两种观点 一种是完全相反的 北度词条 你去看一看 他全是倒歪着说 嘴都说到月亮上去 你要歪到什么程度 才能这样讲 颠倒黑白 而强烈的群众呢 受到百度的影响太深 以至于他们现在的价值判断 完全错误 我们看看第一条 1839年 美国建国 我指的是美国联邦政府啊 不过才50年 1789年 美国联邦政府建立 对吧 才50年 美国还很 弱小 国土也没有限量大 当时的世界秩序 是英法主导的 而美国却向 当时的世界霸主英国 说不 你们走私鸦片 这是不道德的 破坏世界经济秩序 也损害中国人的健康 尤其是美国的教会 对此 强烈的抗议 所以这个在压别单人之前 就有这样的行为 我们可以查到 有论文写过 阻止英国商人 周四鸦片 这是不道德的 另外 大家要注意啊 1842年签订南京条约 我们知道这个是主要和英国人签的 这是中国第一个平等的条约 我在我的节目中谈过了 我们今天不是讲英国 但是大家也听说过 1844年 美国和大清追加的一个条约 叫旺下条约 叫中美旺下条约 这个条约又叫 五口贸易章程 他的全名是美尼坚合纵国 以中华帝国和平友好通常条约 后面这个几个字要记住 和平友好通常条约 大家如果对这个条约有质疑 你去查一查英文 我写在这里 英文 你去看一看 哪里来的不平等条约啊 这是平等条约好不好 我不知道他不平等 是哪一条不平 你把它指出来 你不能扣帽子 你要讲道理 这个是一个平等的条约 因为这个条约呢 它是要保障大清的利益 不要被英法殖民者过度的干预 所以美国实际上是 想去做一个中海 当然他当时的力量是 没有办法去撼动英法的殖民体系的 这个局面一直到一战之后 才逐渐由美国来掌管 所以你要看这个问题的实质 这个实质呢 往下条约 它提出来一些最基本的要求 通常口岸 美国要求通常口岸 并不是想跟你做生意 而是想向你传教 但是这个愿望呢 要等20年之后 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的天津条约 天津条约不是单跟英国签 也跟美国签了 这个是给传福音 给予了充足的保证 我们能在维基上查到他的原文 第二条是讲的权利 个人权利 我把它去掉 因为跟主题无关 我们看到下面 第一个是公死大使的问题 要尊重这个维亚拿体系 公死体系就是维亚拿体系 第二个是 地方官民不可阻挠陷害 陷害什么 美国 美国主要是什么人去呢 建医院教堂 什么人啊 目的什么啊 传教士 因为当时对基督教是非常抵触的 地方的乡村是非常仇恨基督教的 因为四十年之后就发生了 梗子四变 我们要注意这一点 要注意这一点 后面也是四五两条 都是对传教士进内地传教的保护 所以这个天津条约应该叫 传福音条约 为美国传教士到华传教 铺平的道路 铺平的道路 好 我们看过这个之后呢 我们要知道他们怎么做了 下面我们来查这三个人 前来要围基一下 明恩府 明恩府我在前面 做传统文化时 也讲过这个人 是吧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 美国南方进行会 陆华传教士 在华传教二十多年 丁伟良 这很有名在中国南方进行会史上 是吧 莫拉蒂 这个人可能大家也很多没听过 是个姊妹 她是一个在华殉道的美国旅传教士 最后是饿死的 在回国途中 途经 日本 下关 饿死了 当时呢 是一千个美国新教传教士 入华传福音 仅比英国少 英国是一千五百个 一千四百个 一千四百个 你看到这里有一个 一九二零年代 新教传教事业到达顶峰 为什么一九二零年之后没有了 飞机运动 对吧 而飞机运动呢 是民族主义高涨的一个产物 而这个产物 飞机运动 它必然会带来一个后果 看时间 一九二零年 带来什么 共产主义 所以这个是一脉相存的 既然上帝的国 上帝的道 不能彰显 那么撒旦 肯定要去占据中国人的类型 你要看到这句话 到一九五三年 我们都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是吧 中共建议开始对宗教界进行整盖 把国外传教室全部驱逐出境 同时把王明道里拓生 这些在华 不是在华 本土的传道人 大陆大牢 他们都坐了几十年的牢 都坐了几十年 比右派坐得长 右派五七年坐 他们五三年就坐 好 丁卫良 查一查 查一查 莫拉蒂 查一查 维基 查一下 莫拉蒂是非常励志的一个故事 这个姑娘各自很矮 终身未嫁 在华传教一生 明恩斗 我们知道他最著名的并不是单单的传教 他还写了一本著名了什么 中国人的性格 这本书深深的影响了中国的文学大家 所以我在此建议各位 去读一读明恩府的这本书 中国人的经格 我们的群里有电子书 分享过很多次了 读一读 可以说传教士对中国人的问题看得很清楚 中国人的内心世界为什么会黑暗 他没有坐标系 他活在祖先崇拜 圣人崇拜 君王崇拜 权力崇拜的这个血缘中法社会里面 他没有出入 没有出入 传教士带来的是什么 文明还有呢 拯救救恩恩典 你要知道他们带来的是福音 我后面的红字部分呢 要告诉各位 不是美帝国主义 亡我自信不死 你不要说我 而是亡镰刀自信不死 也不是 人家没有想亡你镰刀 也不想亡你什么韭菜 你韭菜值得他亡吗 对吧 也不是亡赵家人 他要亡你赵家人干什么 他就是想拯救你 拯救你苦难的韭菜 李明恩府怎么写的 说中国人的苦难 升级地域 莫拉第看到山西灾民 受灾严重 普遍的缺粮 他把自己的粮食奉献出来 结果他自己饿死了 这难道算不上殉道吗 算不上殉道吗 你要清楚 你要清楚 美国人真的救你很多次 这是第三次 这三位呢 都是他们的真实的照片 因为当时已经有照相技术了 莫拉第呢 是一位姊妹 个子很矮 只有印尼五名 很矮的一位女士 左边这个呢 是明恩府 我的一位朋友 东哥就用这张头像 其实呢 我可以说中国人的性格是 非常到位的一本书 他启发着鲁迅 写 狂人 以及他的代表作 RQ增转 好 中间这位就丁卫良 当然英国有很多的传教士 非常有名 是吧 从马里逊 戴德森 还有这个戈培利等等人 他们都是英国的传教士 苏格兰长老会 和伦敦传教总会 派过来的 你应该说英美对你 真的是帮助很大 他要往里干什么 我搞不懂啊 你不要老是想别人亡你 你什么好亡的 跟RQ一样 就住在一个破庙里 就一件破衣服 亡你什么 好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 这段话 这个呢 是我从一篇博士认文中 截取的 这个博士呢 依旧是中华轴型史观 侵略史观 所以前面呢 这段史诗是值得我们去读的 后面呢 回到太祖嘴里 那就狗嘴里吐不出象牙了 三段 三段 尼提摩泰也是英国的传教士是吧 美国传教士 来华传教 更多的是精神上的追求 并不是像殖民里 而他们认为推广基督教文明 只有依耶稣基督才能提供中国所需要的新的道德动力 后面呢 这位博士把这个否定了 他认为共产主义毛泽东 也能救中国 因为他这个论文的方向是给当局舔屁股的 所以呢 他也必须这样写 不然这个论文是过不了神的 好 事实上我们知道这句话是对的 对吧 而且美国传教士惊讶地发现 一家的中国居然还是文明社会 这个文明社会打引号的 是一个江化的农业社会 帝国结构 是吧 血缘中法社会 这个我们研究过了 他们都信 中国将彻底归基督教 可惜的是呢 至今中国还不是基督教社会 而韩国 静音韩国 已经实现了基督教社会化 传教士作为个人代表美国国内的一个差汇组织 把美国的基督教思想向中国传播 美国公理会1829年 发给匹志文 匹志文是传教士 一封指示信 公理会咨询委员会任命你为 美国教会派往中国的第一个传教士 在中国人中 推广福音 终有一天 福音将在中华帝国获得胜利 他那众多的人民将归向基督 要牢记你的首要人物 在中国人中间推广福音 所以当时的美国传教士 他们没有想侵略你 就是想救你 救恩 通过基督的福音 是吧 你看后面毛泽东怎么说的 美帝国主义比较其他帝国主义国家 在很长时间内 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 由宗教事业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 此花病别 好 人家帮你建医院 建教堂 建 学校 建高校 燕京大学 神侵略大学 是为了轻悦你 我还那句话 他有什么好轻悦你 所以腊肉他嘴里能吐出什么话 你也就知道 你也就知道 好 这个呢 是一个转折点 这个意味着 晚清最后的努力失败 要改朝换代了 跟着之乱 义和团 当街杀了德国大使 然后是八国年军 来解救 使贯区 慈禧向十一国宣战 美英联合阻止 日俄德三个 帝国主义领土野心的扩张 真正亡理之心不死的是 俄罗斯 日德呢 还有点文明的意思 对于日本来讲 他想的是用东方来 对付西方 他想做东方老大 于是就有后面的日俄战争和二战的大东亚逛龙权 日本也想做老大 日本也不明白这个世间的 真正的文明秩序是什么 他也是受卢家毒害的一个结果 好 我们下面对 说的有点扎心 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 传道了圣彼得报 当时沙俄的首都在圣彼得报 末代撒谎 这个罗曼洛夫王朝最后一代撒谎 第520 认为侵略中国的大好时机到了 德国强占了焦州湾 所以呢 他们单边行动 这个我们都听过 海南炮残 6000人残杀 之后江东六四屯 大概是一万三千多人 赶到黑龙江边 最后呢 活下的人是几十位 沙俄呢 一直干这个事情 但是呢 沙俄用屠杀换得了中国人的尊敬 为什么呢 因为俄罗斯杀中国人杀的越多 中国人越喜欢俄罗斯 越喊俄罗斯叫爹 这个不是狩猎狂吗 对的 中国人对俄罗斯的情感就是狩猎狂 毕竟党是俄罗斯给的 党是从俄罗斯来的 是拿着卢布成长起来的 所以俄爹掠我千万遍 我爱俄爹卢 初恋 后面呢 还有故事 他把那个黑龙江将军杀了 当时黑龙江将军是 把守这个满清的荣兴之地 俄罗斯大军 占领吉林 辽阳 沈阳 占领整个东北 1900年11月 当时此起还在西安 俄罗斯要求奉天将军征齐签订 奉天交帝战章章章章 什么意思呢 东三省全部归俄罗斯 签订这个之后呢 俄罗斯占领整个东三省 诶 俄罗斯多喜欢你 你看到了 俄罗斯占领东三省 可不是日本占领东三省 还建立什么满足国 还让你工业亚洲第一 俄罗斯就把你海外人全杀了 毛泽他什么手段对付你 好 谁救了你啊 又是美国 美英为首的猎强 强烈反对要作废 清政府说话没用的 人家谁拟你啊 俄罗斯拟你清政府 但是我们知道那段历史是吧 俄罗斯在晚清总共 侵占了 清政府的三百多万平方公里土地 至今未还 当时列宁讲的漂亮话 跟孙文跟纳如许落 纳如没有 跟孙文许落 说这个苏联把远东领土 还给天上 还了吗 都过了一百多年 你还了吗 所以你要知道 俄罗斯说话就跟放屁一样 不要相信俄罗斯人说什么 尽管我不是中国人 但我要告诉各位 听俄罗斯讲话 如同去厕所放弃 那么后来俄罗斯苏联 已经苏联了 苏联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又煽动外蒙古独立 是吧 蒙古又成为独立国家 我都奇怪了 俄罗斯略你这么长时间 略你多少遍 你怎么这么爱俄罗斯 后面还有 今天依旧爱 今天依旧爱 我觉得这里面是有斯特格尔摩 中国政党 不吃药不行 不吃药不行 当时李鸿章在签订 辛丑条约的时候 李鸿章就说了 跟宫群王说的 美国这个国家 跟其他的列强不一样 他是比较有正义感 是吧 那个英法呢 稍微差一点 英法呢 有点考虑殖民地的利益 而德国 德二呢 又更差一点 最差的呢 是俄罗斯 日本俄罗斯呢 确实对你是有领土野性的 你要说英法 对你有领土野性 我觉得都不对 你知道当时什么个情况 英法殖民世界 殖民帝国 整个中南半岛 都是法国的 澳大利亚 加拿大 都是英国的 半个非洲都是英国的 英国要你这些地方干什么 他要香港岛就行了 贸易口岸就行了 对吧 他没有必要说 亡里自行不死 美国要你的 这些领土干什么 美国对你没有领土野性 李鸿章都承认了 是吧 你当时听了吗 没听 是吧 一直说美帝国主义 亡我自尽不死 因为这个话呢 是有出处的 朝鲜战争 我们后面再讲 好 明恩斯福牧师回国之后 他又做了一件事 他先后多督促 两届总统 罗斯福 大罗斯福 就是那个 弗兰克林罗斯福的 叔叔 西奥多 和 威尔逊 干什么 你们不要 苛刻中国人民 他们很苦难 把梗子培款还给他 不但 罗斯福和威尔逊总统 不但把美国的培款 还给了天朝 而且还督促 其他国家 也还 英文法都还了 日本还了一部分 唯一没还的是谁 想都想的 俄罗斯 俄罗斯干什么呢 修了远东铁路 准备再次侵略你 那么这个赔款 还给中国干什么呢 不是给你们 清政府官员用的 美国说 我们要监督 公派留学生 到西方各国留学 就用这笔钱 并且在 你不是晚清新政吗 一和团运动之后 1901年到1911年 十年的新政吗 好 开始创办近代大学 我们图上看到的 是吧 燕京大学 上海 圣燕汉大学 这些都是教会学校 当时的教会学校 你就知道 这些都是中国的知名高校 北大和复旦的前生 是吧 前驻华大使 司徒雷的 他是牧师 创办的 燕京大学 毛泽东怎么说的 别的 司徒雷的 你看 多仓皇 也这样一个人 居然是万民景仰的太子 你要知道 圣经上 写得很清楚 人不可能 同时吃主的宴席 又吃鬼的宴席 既然 毛左毛粉 要拜辣落 拜太祖 那么他们 一定会跟太祖下地狱 好 过了这张 你看明恩府 对中国的贡献多大 我觉得 贡献最大的 就是那本中国人的性格 我觉得每个 华语世界人出来的 尽管我们现在 我不是中国人了 你也要去看一看这本书 好 第六个 第六是救你 这个人家是真的牺牲很大的 这个人我们知道 陈纳德将军 美国空军少将 因为当时美国 鉴于和平法案的阻牢 无法直接派部队援助中国抗日 他们自愿组织了 飞虎队 来到中国抗日 1579名美国青年精英 阵亡在中日战场 人家可是游学游的年轻人 有的都二出头的小伙子 什么叫美帝 往我之心不死 是救你之心不死 对吧 拯救了你的重庆政府 免于崩溃 美国又在太平洋战场上 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打败了日本帝国 他在东亚重新建立了秩序 麦克阿瑟改造了日本 成为东亚的文明的输出地 你怎么说美国人 往你之心 不是他往你干什么了 我怎么讲 他往你干什么了 是吧 要记住这个人 陈大德将军 无论如何 作为 无论你国民党的人 还共产党的人 都要记住这个人 他人家真的是 用血肉 用年轻人的生命拯救你 你想想看 1579名 这些都是飞行员 空军 好 你知道当时美国为了阻止苏联侵华 他在北京北平都有驻军 驻华美军 知道吧 这个女人最后查出来的是什么 是中共的建立 仙人跳 人家美国大兵哪强奸他了 他自己去 怎么样 跟人家谈恋爱的 知道吧 对吧 你龙我龙的 最后翻脸说 美国大兵强奸他 好 民主主席高涨 美帝滚出中国 好吧 既然滚了嘛 你就交给苏联了 我在看那个 有一位先人写的那个 中国正代史 他有一句 讲得非常到位的话 他是讲 战败的日本 被美国送进 文明 天堂不能讲 他原文是天堂 我觉得天堂是讲不到的 而战胜的中国 被苏联拖入地狱 这是肯定的 你想想49年之后 大陆人过的是什么日子 现在的毛主 好像说起来很痛快 你真的跟毛主东在一起 天天跳中字舞 还吃不饱 还要喊毛主一万岁 你真以为你来的痛快 你红二代你 这故事很有名 1946年的这个 沈从事件 维基上人查到 这个实际上是个仙人跳 是个仙人跳 桌奸的 设的局 然后驻华美军全部撤走 杜鲁门撤军 把大陆交给了共产党 当时国务卿马西亚就讲了 你这样走的话 大陆肯定要吃话 杜鲁门说 他们选择苏联 那就让他们跟苏联走 这就是你中国人自己的选择 你看看 如果不是美军联军 当你把太子干掉 你还想吃大陶饭 这个我们知道有故事 是吧 今天我们在推上看到 那个冰雕 这样 我来查一查 看在不在 因为我在推上 我看到一位推友发的冰雕 我现在用那个共享 把它共享过来 我现在用这个冰雕 我们看完了 现在这个要说一件事情 说什么事情呢 朝鲜战争 不是中美之间的战争 你别弄错了 中美没有宣战 是朝鲜金日成的 所谓的人民军 当然共产党都说他代表人民 跟联合国军之间的战争 你的对方是联合国军 注意了 打的是联合国所有的成员国 这一战之后 天朝和世界孤立 和世界孤立 死了几十万的志愿军 年轻人 注意了 这些志愿军 很多都是国军的投尘部队 这一战是给谁打的呢 给金日成 虽然是金日成 这个远东混城旅的旅长 但是他是斯大林扶持的 斯大林的朝鲜的金家王朝 你为他打的这一仗 几十万志愿军将士 战使他乡 顺便把腊肉的太子也赔进去了 但你要知道 你打的是联合国军 你是对抗文明反文明的 一次危险的尝试 但是这个没有完 之所以停战是因为 美军当时长津湖战役 这个刚才我们看到冰雕 这个影片后来被拿到了国内 在电影院播放之前 不放电影之前放这个 群体哗然认为你们 布斯大达是屠杀 要求停战 才有后面的中朝停战 才有后面的这个 双方的停战协定 把门链协定 他双方没有签合员 就停战协定 大家要明白这个事情 明白这个事情 没有宣战 他们没有 一直没有宣战 你要知道 今天我们十一月二十五日 为什么要吃蛋桃饭 就来自于这里 替斯大领导的 替斯大领导的 这个大家一定好好看 第九次救你 那是真正的救你 那些跟乙粉混的 那些图字大作 总是天天喊 和平和平 你不知道 如果当年没有美国救你 你早就和平了 你爹都被和平了 对吧 你喊业态的时候 你就被和平了 你喊什么啊 喊什么啊 看看这段 伯涅列列夫时期 苏联 想对中国发动核攻击 中美教 而不是 中苏教恶嘛 这猫岛事件嘛 听过吧 有背景 插枪走火 准备打了 当时苏联说 这个小子不听话 因为你要知道 那漏想的是什么 我要做老大 你四二零不在了 是吧 你们叫苏修 我才是 共产世界的老大 那漏要做世界之王 中国之王还不满意 所以跟苏联交恶嘛 你别说那么 苏联专家撤走 是你翻脸的 好吧 俄罗斯人虽然尿性很差 但俄罗斯人比你有底线 但有一点一定要说 俄罗斯是亡里猪之心 不死 这个是肯定的 后面的故事就是 伯涅列夫准备投烟子弹的 他旁边的外交部长就说了 你要投烟子弹 你不要告诉美国啊 他还以为我们要打核战争呢 伯涅列夫想是啊 应该要告诉美国啊 所以他就通知了 尼克松 通知了基辛格 当时国务卿是基辛格 基辛格 发现事情不妙 赶快跟尼克松商量怎么办 他说我们美国官方出来 那很麻烦 这样的话会导致 美苏之间的交恶 我们把这个消息啊 告诉媒体 告诉华盛顿邮报和 驻华盛顿的国外大媒体 因此第二天报纸就有了 就有了这个 西方大媒就刊登了 莫斯科计划对中国多个城市 及导弹中心 发射核弹的计划 全盘突出 那这个就搞不起来了 因为你这个核打击 要有这个舆论支持 是吧 要有这个突然袭击的 这个效果 你这样全世界皆知 你在全世界 西方所有大国的注视下 你就核打击 你就对他使用核武器 对吧 所以最后 波列列列腹 迫于西方压力 放弃了 和平中国的计划 不然你真的被和平了 人家美国真的救你 你还说美帝救你之心不死 对吧 换换换换 最后一句话 俄罗斯是亡你之心不死 美帝是救你之心不死 你承认吧 白子黑子 你去查一查1969年 8月28日 华盛顿邮报和巴黎日报 你去查一查 现在有证据 你要用证据说话 我最讨厌五毛 张口就这样 都有 好 第十个 人家又救你了 是吧 1972年可是文革啊 你这个全天朝人 都在磕精神命药了 天天毛主席万岁 跳中之舞呢 人家尼克松 吉兴格来 吉兴格老爷子 前两天传闻说 去世了 久久了 没去世啊 老爷子还在 老爷子 这件事做的事 确实对中国人 有很大的帮助的 很大的帮助的 破冰了 1972年中美建交 美国开始援助 中国发展进行 因为美国一开口 西方国家都 开始帮助你 而邓小平也做出了 和缓的姿态 但是 中国人的非常智慧嘛 他说什么 韬光养晦 什么意思 等我翅膀圆了 等我 下面长毛了 我还是要 干美国 不是现在又干了吗 你这个长不长寂静啊 你看我这里写着 你说什么呢 你经过40年的改革 终于有了一些改变 才吃饱饭 马上又吃不起来 现在晚上有很多 抖音上有很多 小粉红 这个打工仔 找不到工作 是吧 东南沿海的代工业 整个崩塌 外贸崩塌 代工企业没了 全走了 我看你怎么累卷 你要知道 根据威尔杜兰特世界文明史 和布罗戴的文明史上的数据 3000年中国每年都有一次大饥饭 不是50年一次 是每年都有 你的国就是每年都有饥饭 这就是唯一的40年能吃饱饭 你现在才吃饱饭几天 我问你 你又要去挑战美国了 你放出那个气球 一个还不够 还要多放 还要挑衅 还要说美国指手画脚 好吧 我说千古一地呢 这个叫不做死 不会死 做死就一定会死 你要挑美国 你就死得很难看 我还有那句话 你要注意啊 美国这个国家 也很有耐心 他要么不操你 要操你 你就死定了 你看看 你要知道这个 利差是什么意思啊 人家给你的是真英白银啊 你没有内需 没有消费力啊 都是白花花的美元 流到你国家里去了 你要明白啊 川普为了改变这个格局 然后才跟你说 要贸易战 是吧 好 你注意啊 虽然十一 不是我们这个列举的 十次救你 但是十一 却真的帮助了 一部分中国人 台湾 台湾民主化 没有美国帮助 再过一万年 台湾都没办法民主化 这个图大家知道吗 很有名 美地岛事件 陈水扁不是罪犯 陈水扁是他的律师 陈水扁 苏贞商 谢唐廷都是律师 黄建信 还有谁啊 那个 斯明德他们 陈居他们 才是美地岛事件的一些主角 你要注意 吕秀莲是 没有美地保护你 李登辉宣布台湾大选 你中国怎么弄的 发导弹 然后美地把航空母舰 开到海外海上 直接监督你 进行民主选举 台湾民主战型 台湾就凭他这个 现在这个泛神教的 这个底子 我个人觉得 台湾的民主化 以后还要退回去 你看那个 朱立伦 跟那个 小辣椒 洪秀柱 还有这个 谁呢 国民党副主席 这样想不起来了 去见 刚刚去那个 访问北京的 国民党副主席 那个叫 我忘了 你想想看 他们对大陆怎么样 你聋我聋 感情没有太好 对吧 大地裤子没脱 他们都舔上去 你看多好 还不要统战了 统战了 投入祖国怀抱 好 请问 我以上的十一条 有哪条是假的 有没有假的 没有 都是事实 都是历史实证 有图有像 有影片 有真相 我们得到一个什么结论 结论就是 不是美帝国主义 亡里自行不死 而是美帝国主义 就里自行不死 这个概念我们要换 你不要拿什么 国家利益 这些废话去谈 人家就是来救你的 人家还付出了 巨大的牺牲 好 这是我们讲第二个 我们看第三个 第三个 这位千古一帝 维尼大帝 他为什么要挑战美国主导的世界持续 他为什么菊花欠仰 你要明白这一点 为什么 你要知道 中国人的料性 大帝的料性就是 做了皇帝 想去求长生不老 对吧 当了中国皇帝 还想做世界之王 当年的秦始皇是这样 今天的习大帝 依旧是这样 包括之前的毛腊肉 包括之前的毛腊肉 是吧 可惜呢 由于美国自身的问题 川普连任失败 以至于大帝 越来越猖狂 拜老言之呢 有把柄在大帝手上 所以也 老老实实 也老老实实 我们看到 这个图标志着 中国文化 中国的世界观 与世界是 和截然相反的 它是一种反文明的秩序观 至今 天朝人 包括粉红 依旧是这个 华裔之变的 天朝事业 这个我在 上一周的 主题直播 目中无人的 天朝上国事业 这一集都讲过 我们这边不重复了 但你要知道 它为什么反文明 因为这个世界的文明秩序 是基督价值 是十字架真理 你是抵制 这种真理的 你要的是血缘宗法 要的是拜主动 所以这个是有问题的 这是跟现代文明 格格不入的 而且是无法兼容 无法兼容 我们看 我把头像去掉 前两天开那个 柏林防务会 也不是柏林 莫尼黑防务会 我好说一点 叫当今的 莫尼黑阴谋也好 反正 本来布林肯是 二月初访华的 你偏偏偏要来个 建铁气球世界 你偏偏要挑衅 偏偏要挑衅 国务卿也算是说话做到的 他已经警告你了 不要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弹药 致命武器的支持 你如果帮助 莫斯科对乌克兰作战 那我们将要不客气 你请你记住 要注意这种警告 国务卿是 说话是有分量的 毕竟是 美国的政府大员 包括 副总统 贺锦丽也说了 美国情报显示 中国可能 加强对俄罗斯的援助 甚至提供攻击性的武器 美国与盟国已分享此情报 贺锦丽在墨西医会会议上 公开点名中国 致命武器是美国的红线 你不要再踩了 这是美国高层的意见 你要知道 流浪气球这件事出来之后 美国国会是一致通过 你知道什么叫一致通过 525名众议员和100名参议员 没有一票否决 全部通过了 没有这么一致过 你叫激起重怒了 你别再挑衅了 这个东西我们知道什么 美国人救你 你不跟美国人混 你非要跟俄罗斯混 所以是我想起圣经中的一句话 大家应用一下 约翰福音一章第五节 光照在黑暗里 而黑暗却不接受过 这个光指什么 三天之城美利坚和中国 他想救你 黑暗的天朝 这个黑暗不是我们看到的 具体的制度 具体的社会 生态不是 是人的内心世界 是人的价值观 卢黑格尔所讲 中国人的内心世界 一片黑暗 我们组内的肢体 应酬一下 是不是个道理 你说他 美国在1840年过来的时候 他还是一个落下的国家 他蓝白战争还没打 对吧 他1860年跟你签这个天津条约的时候 人家国内正在内战 正在打蓝白战争 你想想看 他帮助你多少次 中美关系 与其说是 龙虎与蛇 还不如用这个约翰福音这句话 光照在黑暗里 而黑暗却不接受光 黑格尔所言 中国人内心世界 一片黑暗 你看看那个复旦大学的教授 张维为 昨天 前天预测的 我军一小时能能击沉美军十个航母舰队 对 这个新闻我找了 网易上我也看到了 你知道我看的是什么 我看的并不是说张维为 放这种气 有多么的令人惊艳 因为他专门放这种气 而是下面的评论 使我非常遗憾的是 大多数的回复 都是 中美必有一战 一定要干怕美国 你想什么 要吃右边这个解药 该吃药了 该吃药了 而且使我担忧的是 那么多评论 居然没有几个人是清醒的 都在这种虚假的 这种积雪民族主义中自黑的 又是辽宁舰 又是山东舰 又是要打核战争 把美国跟美国同归于尽 我看的一顿一顿的 我说中国人 现在不是仅仅纳税分子的 中国人是反人类呀 是不是反人类呀 你想想的 张维为这样的人 居然是复杂大学的教授 这样的人当教授 我扶着我 是吧 我们知道合肥那个 卢江中学那件事 是吧 知名的教授去演讲 劝这些学生出去留学 跟外国人结婚 是吧 更新自己的价值观 结果一学生跑上来 抢了话筒 为中华决起而读书 你要知道现在国内 大陆到了什么样一个程度 离义和团已经离死不远了 所以大陆这种社会 他的基本形态是 大家都痛恨专治王朝 但是专治王朝倒了之后 张献忠食人魔一个个起来 大家又期望专治王朝 期望腊漏太祖来收拾残局 叫死亡循环 为什么 为什么 你问我怎么解 怎么解 你问我怎么解 刚才不说了吗 怎么解 就这么简单 福音 除了福音 无解 讲了半天了 听明白就听明白 听不明白 愿神带领你们 我只能这样说 对吧 我说做这个做使证 其实你看我最后又做成了传福音 因为说实话 这个地上无心间是传道书所言 这段话呢 请大家来读一下 李小波 曾说过 我绝不认为中国的落伍是几个昏君造成的 而是每个人造成的 因为制度是人创造的 中国的所有的悲剧 都是中国人自编自导 自演的和自我欣赏的 这可能与人中有关 后面他那句话我们一加 我们都听过是吧 中国需要殖民三百年 结果刘老伯被坐牢去了是吧 后面这个是我家的 中国人族群性的特征 不求丧进 不求创新 不求自由 自甘做卢 苟活于世 跪舔权利 抵制福音 就如同七千万年前 白俄纪晚期的那次灭绝事件一样 不可疑似的霸王龙被一次意外事件给灭了 小银银撞地球 陨石坑还在今天墨西哥的尤卡兰半岛 我请问你一下 你以为中国人一直可以活到新的文明世纪吗 22世纪23世纪就一定有中国人吗 我看不一定 你要知道神是这个历史的缔造者 如果你背弃救恩使官 你的结局就跟上一张图的霸王龙恐龙一样 留在画室堆里 作为一个文明的实体 文化的实体 就如同巴比伦 亚述 罗马一样 留在人类的历史记忆中 你不悔改 必要灭亡 好以上就是我今天所做的这个 作为中美关系的一个实证新闻的一个报道 其实我这个已经不是新闻稿了 已经是一个报道文学了 主要是我一个人来讲 我始终反复证明的就是 不是美帝亡你之心不死 而是救你之心不死 我们要承认这个事实 我们要感谢美帝对你的拯救 其实是神对你的拯救 好 这是我的招生信息 我们还有个几分钟 请今天 已有一百位弟兄了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互动 现在请排卖 答问题出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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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几分钟 我们有没有朋友来打一些问题出来 整理到一张图 我好收藏 我把PPT发给你 你自己整理吧 好吧 行不行 大佐跟我开直播哪个大佐 大佐多了是吧 台湾目前看你拯救遥遥无期 因为台湾最大的问题是抵制福音 它的民间信仰如此猖獗 它的迷信如此令人叹为发指 比如像风水这种东西 居然台湾人很多人信 中国人如何大规模的信主 我觉得逼迫来的再猛烈一点 而且需要神兴起更多的 士师和本土的传教士 当然我已经不算了 如果以后有朝一日回大陆传道 我是荷兰传道人 荷兰传教士 荷兰传教士500年之后 400年之后又回到了大陆传教 希望他们领情 而不是把我送到私自家 人让中国人认识上帝的突破后在哪里 那是你自己认识你是受造的 因为是你 你就是中国人的一部分 是你建立跟上帝之间的关系 你信就行了 不要去强求别人 不要问为什么中国人怎么样 跟你没关系 你信才是真信 我还是那句话 中国人如何信越臣服的大规模信主 你信就是中国人 信越臣服大规模信主的 十一分之一 你信就行了 不要问中国人这个群体 因为大海是由美滴水组成的 你你你组成的中国人 你我他组成的中国人 现在回香港很安全吗 我现在回香港是肯定死定的 香港已经是大陆化了 看不出来吗 这真的是 这弟兄劝我是真的 别回去是真的 当然主怎么安排我去做工 是他的事情 但是我要听他的使用 你说中国人研究院院长 那要看他有没有时间呢 我可以跟他约一约 究竟是图知还是旧知呢 暴力护照不可举 现在持住金不需要用 现代武器去征服一个民族 而是用 他的价值高低去传播价值 比如像国外的影视作品 他都包含着这种价值外 当然你可以把国门锁得了 对吧 秦始皇收了万里长城 现在有防火墙 你要知道 华萨的历史就是 倒着走的反文明的历史 谢谢 谢谢知识平 这个需要突破 当然需要更多的人努力 更多人努力 尤其是你不要看别人怎么看 你自己要信主 你自己要做出表算 因为你以后是家长 你以后是别人的父亲 别人的丈夫或妻子 或者说是别人的子女 你要自己做 因为我相信如果不是因为我受洗入主 我父母是不会受洗入主 是我要求他们 或者说主 影响到他们的 他们才会受洗 对吧 我本来那个PPT里面是讲有关于俄乌战争的 我们下一次 下一周再讲吧 我把这个课题留到下一周 因为这个本身就很长了 如果再长的话 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效果 刚好一个小时 阿兹特克帝国的崩溃 中国的 阿兹特克帝国 他没有时间反应 其实阿兹特克的帝国的崩溃 直接就是被西班牙给军事征服了 他倒还真的不是说福音可以拯救不可拯救 当然阿兹特克帝国 他本身的这种信仰已经很邪恶了 血迹 婴儿迹这些东西 所以西班牙人把它灭了 这并不是一个坏事 当然更多的阿兹特克帝国的人 是因为旧大陆的传染病而灭亡的 我个人觉得就是 如果换英法之名 也许会有更好的结果 可以保留更多的土著文化 改造起来可能也没有太大的难度 我个人觉得 但是我们知道现在拉丁美洲 基本上天赌教社会 他还是有出路的 你要知道 你看这些所谓的喊着 达拉美国支持俄罗斯 那习包子他自己女儿去哪里留学呢 他也没去俄罗斯留学 去美国留学 你看中国人是不是精灵分点啊 嘴上说的跟他所说的是完全相反 千万不要相信他讲什么 要看他做什么 阿兹特帝国现在就是墨西哥的土著啊 墨西哥人啊 对吧 就李克尔没人啊 就是那个 拉丁人 拉丁非洲的 拉丁欧洲的这些西班牙 南欧人和这个 本土印第安人的混血 墨西哥人啊 他哪有什么回归高大上 你说你要光复什么 伟大复兴 这些想伟大复兴呢 他都有古老的邪恶的帝国 在背书 比如伊朗就是 当年的波斯和阿拉伯帝国 虽然阿拉伯帝国不是伊朗的 但他也 也是伊斯兰世界的对吧 俄罗斯有这个 东罗马和后面的蒙古帝国 而天朝是秦汉帝国 而这三个帝国主义 他现在结盟了 你们注意 三国轴心现在刚刚形成 对抗文明世界 人类又面临大战的边缘 这不是维言总理 这是有可能 中国社会 现中化 普通人自保 普通人唯一的拯救 就是信主 你要看你自保的是什么 对吧 中国社会 他要再 再一次避免现中化 他唯一可以做的 要建立神定秩序下的信仰功能 要有家庭教育和团体 我们现在要做这件事 你不能找到张献忠 此起彼伏 那你再去建教会 你现在就要建了 现在就要去参加 家庭教会的团体了 你要行动 我是有这样一个看法的 如果没有美国维持秩序 没有这么大的武力值 因为美国的武力值 是可以降维的 就是他打任何一个国家 都可以 可以说必在宁党 包括俄罗斯 你看他俄罗斯打个 乌克兰打成什么样子 这个兵力就跟美国打了 开什么玩笑 家庭教会 他不可能被共产党打压掉了 神的教会 主的教会 是不可能被 专制王朝给灭了 包括罗马 大逼迫三百年 最后 君士产宁承认 我们是灭不掉基督教的 既然灭不掉怎么办 那我们加进去 所以君士产宁受洗了 以后天朝如果有这样 那真的是神拯救天朝 希望如此 希望如此 你这个话说的有意思 拿枪去大陆拯救李盈 美国政府是支持还是反对 我们首先要看到 灵它不是一个个体 它是一个符号 是中国这个非人类社会 虐待女性 虐待人的一个见证 所以我觉得美国人是支持的 如果可能的话 好 下面的问题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 我们今天的这个新闻播报 就如此结束 我看看大家的留言反应 如果觉得还不错 我们下星期继续做 下星期我们做俄乌战争 刚好一周年 好的 谢谢大家 感谢您订阅我的频道 也感谢您持续关注我的频道 尤其感谢定会员 支持我的朋友 我的进步 我的出书计划 也离不开大家的支持 谢谢 谢谢各位 我们下周见 明天呢是有大节目 我们都看到预告了 是吧 我好不容易把一万兄给请出来 一万兄正在出差 间歇之中 咱们搞一期 所以大家准备好 晚餐 准备好 夜宵 准备好啤酒 花生 也准备好红帽 好 谢谢大家 我们明天见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